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来三国鼎立中不可或缺的意图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他们的政治意图和路线又是什么呢 厦门大学义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谈 为您揭示江东集团的崛起之谜 义中天拼三国之江东基业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上一集我们留下一个问题 就是建安十三年的时候 甘宁旧化重提 向孙权提出建议 立即进攻皇祖 进一步拿下荆州 这样巴蜀就可能是在将来变成我们的了 第一步灭皇祖 而孙权的首席谋士 也是孙权的秘书长张钊表示反对 张钊和甘宁就争论起来了 那么孙权是怎么表态的呢 孙权端起一杯酒来 对甘宁说 心霸 心霸是甘宁的字 古人称字是表示尊敬 孙权端起一杯酒来 对甘宁说心霸 灭皇祖这个事 就像这杯酒 孤 就托付给你了 好自为之 凯旋归来 那么孙权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表态呢 为什么要支持 甘宁 去讨伐皇祖呢 这个要从孙权集团的 兴起说起 孙权这个集团呢 我们也称之为江东集团 什么叫江东 我们知道长江 基本上是由西往东流的 但是在吴湖和南京之间 这一段长江偏北 那么这一段江段的东西两岸 古人就称之为江东和江西 而把现在咱们的湖南省 称为江南 也就是说三国时代的江南呢 不是苏州那个地方 是我们现在的湖南 江东集团呢 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 他的创始人是孙权 奠基者是孙策 发展壮大使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 是孙权 孙权 自文台 史书上说他是孙武之后 这个靠不住 又说他们家世代世武 这个大概是靠得住的 孙坚这个人从小就胆识过人 有一次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出门 坐船 来到一个地方 准备靠岸 发现江上很多船都不敢靠岸 为什么呢 因为码头上有一伙强盗 正在那儿分张 当时孙坚十七岁 站在船头看了一下说 这一伙毛贼可以干掉他们 拎了一把刀 他就上岸了 上岸以后呢 他就指指画画 强盗一看出 哎呀官兵来了 这小伙子是个指挥官 正在吩咐 怎么这么抄后路啊 什么东西啊 强盗就放下脏雾 一哄而散 瞬间 提起刀就跑 追上一个 啪 头砍下来 那么这件事情就轰动了 轰动了以后 这个地方政府就任命他 做县位 也就是副县级的公安局长 后来又升到县城 那就是副县长 但是真正让天下人都知道 孙坚是在董卓之乱的后面 那当时我们知道 这个董卓在洛阳造乱 袁绍啊 曹操啊 这些人 起来组成这个 关东联军 讨伐董卓 这个时候呢 孙坚已经担任了 长沙太守 也起兵 这个讨伐董卓 但是他这个时候 地位还比较低 所以呢 他还是投靠了袁术 所谓袁术麾下的一员战将 我们知道这个关东联军 这个组成以后呢 是日治久高会 不图进去 只有两个人去打董卓 一个是曹操 打了一下打败了 还有一个就是孙坚 孙坚可是所向披靡 一路凯歌 谁挡他的恨 他就杀谁 他一路上杀了很多人 一直打到洛阳跟前 杀掉了董卓的大将 华雄 所以三国眼一说 关于温九斩华雄 那是编出来的 华雄是孙坚杀的 这个时候呢 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袁术这个家伙 小心眼 看到孙坚的力量这么强 就害怕将来孙坚不听他的指挥 就扣押孙坚的军粮 孙坚得到消息以后 连夜跑了一百里路 去建元树 孙坚说 请将军想一想 我孙坚和董卓 前世无冤 后世无仇 我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讨伐董卓呢 上报效国家 下报答将军 因为袁将军 你的家人已经被董卓杀光了 我是给你报仇啊 你为什么还要不相信孙坚呢 袁术 不好意思 尽量给你 第二件事情就是 董卓害怕了 董卓派个人 去找孙坚 说我们不打了 我们和亲好不好 我们做个儿女亲家 孙坚说什么 说你董卓祸国殃民 是天底下头号国贼 我恨不得拎着你的脑袋 到全国各地去巡回 何什么亲 董卓一听这话吓坏了 劫持了皇帝 劫持了百官 烧了洛阳 跑西安去了 这就是孙坚啊 当之无愧的乱世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